你的故事 全世界記憶請走 沒有問題 我就是故事 剛剛想出來的 電影裡除了人物對白 還另外錄製了旁白 來描述場景 台下惠民盲童育幼院的孩子 有程度不一的視覺障礙 他們聚精會神 用耳朵聆聽 聽電影的也感覺比較舒服 真的喔 因為可能就是 因為有後製 所以比較不會有中斷 或是有重疊的部分 對不對 電影不倒翁的奇幻旅程 描述癌童勵志故事受到歡迎 導演特別為視障朋友 製作口述影像版本 不能因為這個族群的多寡 然後就去覺得它重不重要 身上視障的同胞的一些重視 它可以得到一個真正真正的落實 視障兒童到電影院 可能會遇到許多狀況 這也是主辦這場放映會 最主要的目的 有坐不住的狀況 他們就會覺得說 你不應該帶來電影院 希望減輕父母一些的 環境上的壓力 所以我們就在這裡發起小包場 透過電影裡的口述 用心靈想像大螢幕上的畫面 感動的故事一樣能夠穿透人心 大愛新聞台中綜合報導 感動的一樣 請問一下